比如說我用TView這套軟體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就已經連結 它會跳出是否 允許那個錄製螢幕 我允許它 所以這時候呢我就打開了 那之前給各位看到就是說 當我現在那個 就是 206App 我沒有做icon 那個上面的圖示我只用預設的 所以 點擊進來 有些地方本來不能的 現在可不可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基本上後來我試一下 發現都可以 包含什麼意見回復 點擊意見回復有沒有 本來這邊不行的 你會發現現在 這裡面的話 也可以讓我們填寫 並且可以提交了 這個是利用那個我剛剛講的Visio Studio就可以幫我把它 轉換 成APK的話 那本來不行的 全部通通可以的 甚至對外連結 以前我可能連結都不行 現在完全都可以了 那還有什麼呢 像那個 之前給各位看到那個上一頁下一頁這個地方 這個OK的 而且還蠻順的 我在手機上 RUN 跑得還蠻快的 另外就是向左撥向右撥有沒有 撥過去撥過去 我現在手有動了 所以他會一直換頁 向左撥向右撥 這個也會 自己會撥 OK 所以基本上呢 就沒有問題了 也就是說其實 透過Visio Studio 這套軟體 他就可以幫我完成 我要的這一切動作 那只是說要怎麼做 基本上呢 當然我們不 不需要太 複雜的 這個功能 而且我們可能會需要使用他的 其實是很簡單的 就是 請他幫我打包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 請Visio Studio 幫我們打包 我們需要的 當然第一個你可能還是需要把上個禮拜 做的東西 一個網站 上禮拜的東西 第一個你要先準備好 當然這個網站裡面 一定要有什麼 一定要有我們的index 這個東西 那我 就要把整個網站的東西 丟到Visio Studio的一個專案 某個目錄裡面 就可以做了 再來利用他的那個打包功能 所以第一個 先準備好 我們上個禮拜的這個網站 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我要安裝 Visio Studio 那個軟體 並且把它啟動起來 這邊的話 啟動的方法 當然第一個 因為你們可能要裝一段時間 因為我可能 從中午 一直 不知道要裝多久 那檔案很大 然後呢 就把這個Visio Studio 執行起來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跳出 不過 前面應該會有個畫面 說問你說你要用什麼 背景啦 然後是不是略過 你就略過也可以 他問你要不要登錄 你就略過就可以 然後他問你要使用哪一種 畫面當成你的背景 那你就選一下 那前面都應該比較簡單 進到這個主畫面之後呢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 第一個 新增一個什麼 專案 特別注意喔 新增專案之後的話 其實 我們 他會問你說 那你要新增什麼 他當然我們一定是新增一個JavaScript 的 空白的Cordova OK 實際上這個就是我們 要用的技術 我剛剛講過 其實FoneGap也是源自於Cordova 所以他們其實是同一家東西 那你需要修改的部分有哪一些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一 你的那個專案的名稱有沒有 乾脆叫206 一樣叫APP 當然未來 你們那個 假設你的 你們的那個練習 就是你們最後那個 期末的那個作業 我是建議 因為 目前知道的 他這個環境會有個問題 說他不支援中文 所以如果你那個目錄名稱 或者是你的那個專案名稱 取中文的話 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先跟各位講一下 可能會有問題 那第一個是給名稱 我們因為我們這裡面沒有中文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 第二個 放在哪裡 那我基本上 我把它放低疊 不要把它放C 我把它放低疊底下 低疊底下 給他建一個目錄好了 目錄名稱的話 也許也叫206APP好了 OK 假設啦 低疊底下 不過這裡面好像已經有一個 一個一樣的名稱 或者底線吧 加一個什麼 用VS 2017好了 假設我這邊 多一個目錄名稱 區隔一下 表示說 這個我 跟 之前那個網站 因為之前那個網站 也叫206的APP 然後如果名稱衝突的話 所以我這邊加個底線 底線加VS2017 按個確定就好了 這個時候他會幫我建一個 空白的那個 專案 按確定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建立完之後 他會在我們的哪邊呢 這個 右邊 方案總管會出現 出現什麼 出現他的一個基本的架構 但是要跑一下下 好 跑出來之後的話 大概看到的畫面就這樣子 所以建一個專案 我把它放在 低疊底下的 206APP的那個 VS2017的目錄裡面 好 好 當然 這個時候他已經 會幫我 建立可以在 iOS 就是iPhone 要在哪裡 如果說你要把它變成 APK的話 當然這邊有個 建制 建制的話 你可以把它 部署出去 那我們在要 部署之前 請各位注意一下 在 右邊的這個 方案總管裡面 你建了專案之後 有沒有 最重要就是說 他的目錄裡面有一個 Triple W 意思就是你的網站 的目錄 那你會發現把它點開來 裡面有index .htm 那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只要怎麼樣 把剛剛建好的網站 整個 把 目錄裡面的東西 拖拉到 這個目錄裡面 他會出現說 要不要取代這個東西 你就把它取代掉就好了 這樣就OK了 再來你就是直接怎麼樣 把它部署出去 它就會自動幫你產生APK 大概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這一套 這套軟體 裝很久 但是使用起來 並不複雜 大概這樣功能就夠了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一 先把它怎麼樣 把剛剛我做好的這個 目錄裡面的東西 當然我要先確認一件 這個是不是我們上禮拜做的東西 打開來看一下 把它允許封鎖 就我們的 裡面有沒有 有這個 然後有沒有 相片欣賞 有然後上一頁 下一頁都OK 然後捲動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這樣過來 這樣過去 所以這是我們上禮拜做的東西 那不過後來我發現 把它丟到那個Fonggap網站 問題就出來了 因為Fonggap網站 它不支援對外 對外的連結 所以只要是對外連結 像意見回覆 不可以 另外呢 因為我們是1.45的版本 它也不可以 所以會變成說 畫面看起來 就是完全 長得不像 是 一個 那個手機的版本 這個地方 怎麼解決 就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 在 Visual Studio裡面 建一個 206 App 然後記得 把你的 目錄裡面 所有東西 怎麼樣 拖拉之後 選取之後呢 拖拉到哪裡呢 記得喔 把它拖拉到 這邊有一個 三個W這裡 意思就是把這些 全部丟進去 但是會有個問題 它裡面已經有 Image 蓋過去 它裡面已經有什麼了 有那個 Index 蓋過去 試一下 這邊的話 其實 就只要這樣 拖拉 放開 到TripleW裡面 放開 然後問你說 是不是要取代舊的 那你就把它取代一下 有沒有 Image 要不要取代 是 然後 index.ht 要不要取代 是 反正就全部把它取代 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 出現 支援目錄 系統 內部 劉威社一定要重新開 這個 理論上正常狀態 應該是直接就丟進去就OK 不過它 雖然有錯誤訊息 但是好像沒有 沒有那個 這個 這個沒有盪掉 好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 你就可以 上面有一個 Play的 部分 那當然 特別注意喔 你有幾個選項 底下當然有瀏覽器可以模擬 比如說你可以在哪一種手機上面顯示 像什麼Note 7 之前好像有爆炸 是7還是8 如果 假如說你要瀏覽 你可以在瀏覽器 瀏覽 不過 你如果把它執行的話 它還是不會變APK 但是它能不能看到結果 它可以看到結果 可是如果你要真的變成APK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要用模擬器 它如果有模擬器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打包成APK 那你只要把那個APK抓出來 這邊把它允許一下 那 其實就完成了啦 OK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因為 你們軟體 可能要再安裝一下 先看一下 安裝的情況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把那個 你們最後做完的東西 可以把它變成APK 並且可以把那個APK拿出來 這樣的話就可以解決那個 FoneGap它封鎖那個 那個什麼對外連結的 這個錯誤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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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